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去就不去 我不想抹着劲 顺其自然 什么顺其自然 一个科就一个名额 大家都在暗中较劲的 没关系 你要是不愿意提的话 我去提 你别管了 这个事 赵家仁电话 哎 来了 喂 我是赵家仁 哎 哥 你们吃饭了吗 正坐着呢 那回来家吃吧 爸有点事跟你们说 什么事啊 爸 具体还没跟我说呢 但我估计还是老爷家那回话的事 哎 你别忘了把嫂子一块喊来啊 急急忙忙把你们都叫过来 是有件事要跟你们说 哎 星星的爷爷 叶老爷子 从台湾写来了信 所以很快就要回国探亲了 我爸没跟我说这件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事 我跟你妈都没跟你们说 还是那幅画 我跟老鹏又打了一张借条 那么现在呢 我是想把那幅画从老鹏那儿拿回来 叫你们回来就是看看 大家能不能帮我们 先把这四百块钱凑上 我先说明一下 这算我们借的 对 到时候一定还 爸 我跟星星 刚问单位提前 制了一个月的工资 怎么了 那个 今天他碰到一个看急诊的病人 是他以前的工友 没钱差点没命了 所以家人就让我 帮他交了医药费 应该的 那是救命 好 爸 是不是我爸 催你们要那幅画了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拖了这么多年 这幅画 也该还给你们家 爸 您跟爸这么多年 省吃俭用的 原来都是为了这个 我 真是对不住 星星 星星 你可别这么说 我们已经很感谢你跟老大了 从你没过门 上大学那会儿 你还去打工 赚了点钱 就寄给我们 你跟老大结了婚呢 这些年 有点钱就忘我们了 可你们那小家呢 到现在连电视机没有 你说我那孙女想看看动画片 还不好的邻居家 我们逃了你这么好的儿媳妇 是我们赵家的福气 真谢谢了 妈 您别这么说 我 我也是赵家的人呢 是 小姐 听到没有 我不懂事 你也跟着不懂事 你看人大哥大嫂 是怎么孝敬爸妈的 你猜看看咱俩 你要是能不说话 就最懂事 这个邱妹子 你妈刚才说的话 没有别的意思 对 不是说你跟嘉欣 你们这两年 为家里也做了不少的贡献 你在自由市场 炼摊 卖货 那都是辛苦钱 嘉欣江湖城 效益又不好 爸 我也没闲着 我不一直跟着一块卖货 一块去广东进货的吧 要不要跟人送你吃钱饭 你急怎么呀你 我还以为 就我们温州蓝人死要面子了 好 你是这么说的 我今天还就要这个面子 这个面子我要定了 你把存款都拿过来 我要帮爸爸把这钱还 家里哪还有什么存款啊 除了进货的钱 所有的钱在我手里打个滚 就叫你拿跑了 你要做好人你要帮爸妈 你要看看我们的情况啊 你又提我干嘛呀 天地良心我说句公道话啊 我跟嘉欣是给爸妈做贡献做的最大的人 怎么到现在 反倒捞个礼怪不是人了呢 不是 邱妹子 没人怪你们两个 你们做儿女都不欠我们的 给了是你们的孝敬 不过给呢 那你们也有你们的难处嘛 做父母的再为难你们 那就真是我们活的 就是太不懂事了 对不对 爸 妈 我想来想去 我们这边蹭死了 能挤出八十块钱 八十 还挤出来 不 就你知道嘴里能不能输去十块 这八十块钱 还要下个月的台位租金来 交不起租金 四场这个月 李俊姐叫我们滚蛋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让我把存钱翻出来 你看我今天 你别闹了 还嫌大妈可不可翻是不是 我刚才已经说了 你们都放心 这些钱算我们借的 对 我们一定还 爸 不是 不是 他这个人 佳慧 佳好 这件事情你们俩就不要操心了 你们每个月的工资都往家里送 爸 我明天试试 管头试试借一下 你别别 你也就别为难别人了 现在谁家都不负 对不对啊 没事爸 你别管了 好 那我就再想想办法吧 时间不早了 都休息吧 好 你们先回 你们先回 贝贝在邻居家又睡着了吧 嗯 那爸 嗯 那 那 我们就先回了 行 先走了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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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 不急啊 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今天说的这个事不要让嘉义知道 嗯 他还在念书 我怕 经常跟他学习 想好啊 嗯 嗯 好了 都睡觉吧 明天还早起 哎呦 这下总算要解脱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说话谁能不能进来 你差点火输了 我怎么了 我 我就不该告诉你 哎 没见过你们家这么奇怪的 你说老两口这边 一分一毛地抠自己 那边成百上千 大把大把钞票 把送给人家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不光不拦着哎 你还不声不响给人塞钱 帮着一起拜这个家 哎呀 我算是开了眼了我 不你还没完呢是吗 啊 你是不是没完呢 你就是欠收拾 我这是在逼孩子们呢 邱妹子说的没错 哎 总算是要解脱了 您要不这样行吗 我跟老鹏商量商量 把这些钱先给他 或先拿回来 短他那几百块钱 以后再还吗 彭氏中那人 他肯答应你 我堂子倒着些 真的 好在大头都凑齐了 齐也没用 睡觉 先踏踏实睡一觉 睡吧啊 嘿 嘿 嘿 师傅 喂 料我都备好了 嗯 请 今天你来 我得触紧有点事 好嘞 师傅 喂 我想跟您说点事 什么事 什么事 师傅 我想跟您借钱 多少 三百 三百 师傅 你要是不行就算了 我再问别人借吧 我不 我只能借你二百 下班这钱我给你 我得上银行去取一趟 谢谢师傅 把这趟给看好 啊 没问题 喂 哎 爸 我 欣欣啊 饭吃了吗 我没呢 怎么还不吃饭啊 先去吃饭 不是 我想问问你 那个爷爷来信的事 你跟家人的爸爸说了 我们两家关系那么好 现在又是亲家 再说 你爷爷跟老赵 也不是一般的关系 不告诉他也不合适 那你跟他提那幅画的事了 我怎么可能张这个口呢 那怎么回事啊 昨天晚上他把我们都叫回家开会 说是要管同事中 把那幅画给要回来 你说老两口这些年 攒了两千块钱 就差几百块钱 管我们要 我们也拿不出来 这就是 他没告诉我 家人爸爸你还不了解吗 你跟他说爷爷要回来 那他肯定想办法 怎么得也得把那幅画给要回来啊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吧好吧 要不就这样吧 你也赶紧回家吃饭 嗯嗯 谢谢 哟 发生什么呢 你管我呢 你要是能翻出存子 我是能养的 我养你 你别说你大我一岁 就算是我 我大你一岁怎么了 你讨论我是吃亏了还是怎么的 我多吃你们家还是多在你们家的呢 看你 看你 又来了 我跟你开个玩笑 我告诉你啊 什么玩笑都能开 就这个不行 好好好 不开了 不开了 好不好 我来来来来来 什么呀 你还跟我演的 演的正好都不去演电影呢 电影才几个人看 电影院都快关门了 我给你台间你都不下是吗 别打岔 拿来 没有 你今天要是赶紧翻出来 你要翻出来你拿走嘛 我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你真能见死不就是什么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帮一下怎么了 我们帮一下怎么了 帮一下不就过去了吗 你就看着我爸急成那样 要我说 你爸那叫自早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错了吗 他自早也就算了 还把我们俩给搭上了 你平时不是说 我光顾着自己吗 我看你们家最自私的 就是这老头子 你 再敢说我爸一个字 心平我把你从窗户扔下去 拿走 拿走 都拿走 你把这个家败过得得了 就知道欺负我 欺负我一个外地人在这里 没有娘家那样兄弟姐妹的 你们就知道欺负我 又吵 没事了 妈 甭看着她 我这儿去银行 把钱给你们取出来 不是 宋先生 前面那儿的左家 很快到了 宋先生 没来过这儿吧 呦 宋大美 今天也没出台啊 带新女儿上门啊 好艳 宋先生 去我家吧 你这找男人可是越找越成熟啊 甲信 甲信 送来给我搭把手 回来再说吧 妈 我先给你取钱去 宋先生 这边 好的 这位就是 不是 不是 他是我们邻居 听这位朋友的口音 好像是海外来的 没错 我从台湾来的 对了 他们家也有亲戚在台湾 是吗 台湾哪里啊 花莲 花莲 是 我母亲就是花莲人 是吗 那真是很巧 美华 客人来了 怎么也不知道往楼上请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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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爸 哦 彭县 久仰久仰 那就说你客人来了 往家里请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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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来 请 请 请 好 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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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梯窄 楼梯窄 来 来 来 哎呦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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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里边请 谢谢 谢谢 里边请 里边请 随便坐 随便坐 我可以看一看吗 看 尽管看 好 谢谢 谢谢 这 破破烂烂的房子 收拾也收拾不出个什么样子来 哪里 佛小姐 我看来觉得特别的亲切 小时候我婆婆家 就是这个样子 真的差不多 婆婆 对呀 就是我的 祖母 哦 是是是 是吗 真的呀 宋先生 真的很像 哪哪可能啊 你看台湾那么富 哎 宋 同志 先生 爸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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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先生 恭喜 恭喜 到了我们家就跟到自己家一样 随便 随便 好 好 好 来 来 我 爸 起子呢 谁知道放哪儿了你说 好 好 好 哎呀 宋先生 谢谢 谢谢 好 不客气 坐坐坐坐额 你也坐坐 你好好 好 好 你也坐 坐坐哪儿 坐坐那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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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哎呀 哎呀 还行 我坐这儿 好 好 爸 宋先生今天来咱们家 是想看看那幅画 不知道彭先生方不方便啊 方便 方便 但是咱们看画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把那个价钱 明白 明白 如果真是像彭小姐所说的 是那幅画 我倒想听一听彭先生你的想法 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就是你想卖多少钱 对对 我 我跟美怀已经商量过了 我是想 彭先生 彭先生 没关系的 你说出来嘛 做生意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有商有量的 讨价还价 我是想 爸 你倒是说呀 五千 五千 宋先生 我爸出这个价也是有道理的 有人也想问我爸买这幅画 也是出五千 对的 对的 我爸都没卖它 他想分几次给我 弄得老子就不想给他了 要 就一次性干干脆脆的给 你说是不是 彭先生你说的有道理 这做生意有的时候 看中的不只是钱 是诚意 既然有诚意嘛 就一次付清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对对对 不过 这个素 您要是觉得高 我还 宋先生 我爸的意思是 您还可以回去再考虑考虑 咱们不着急定下来 是不是爸 对 对对 那 好吧 我看彭小姐与彭先生 也是豪爽的人 大家又这么投缘 五千就五千 我就当我们交个朋友 但是啊 我还是想先看看那幅画 爸 Maggie 您今天还真看不了 为什么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不是讲好的吗 不是 爸 怎么会说 不都交代您了吗 我这不是从来没见过 宋先生吗 再说您是从海那边过来的 我这心里总有点不踏实 我懂了 彭先生 您的警觉性还真高啊 爸 你看你真是 没关系 没关系 可以可以 彭先生 您还真是会做生意啊 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 是最好 我没把范儿放家里头 下次吧 下次我一定给你看 好 那下次是什么时候呢 明天吧 对 明天 明天 明天你就把钱拿过来 我把画拿过来 咱们之间干干脆脆的 好 一言为定 好 谢谢 我在萧老板那支了一百 以后再往工资里扣 你不是不打算 在萧老板那鬼眼里干了吗 再干一年吧 退了休在家 闲得也没事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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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好了 不好了 彭世忠要卖我们家那幅画 卖个谁 一个台湾人 现在正在楼上谈价钱 老彭怎么能卖呀 他跟我们都有条子 他跟老赵都签过字的 彭世忠是个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吗 一个条子能管得住他 这 这可怎么办呢 我钱都给他凑齐了 我已经让嘉欣去银行取钱了 马上就能拿回来 我马上就能给他呀 晚了 晚了 现在你们就是给他钱 他也不会要了 你们知道那个台湾人 给他多少钱吗 多少 五千 五千 就是啊 你看看彭世忠 那个见钱眼开的家伙 还能要你们那点钱 不行 我得找他去 不 老赵 老赵 他们现在还没有成交 只是口头约定 彭世忠多狡猾呀 他今天根本就没打算 让那个台湾人摸到话 只是先商量价钱 约好了明天再来 那等买化的人走了 我去找老婆 那就谢谢你了 谢谢了 拜托了老贺姬 好 拜托了 好 慢点啊 新疆真漂亮 下次许学生 我带你去 我们一块儿去 我去过最远的地方 就是咱们下方的 光明大队了 那说好了 下次我先生 你就跟单位请假 我们一块儿去 什么时候 我在办一件重要的事 完了我们就去 什么事 我得走吧 不要 不行 将是我还约了拿钱呢 你当不好意思了 就跟这点出息 走 妈 妈 我们还是别去了吧 等我爸把画拿回来 我们就都踏实了 我没事 这些人最委屈的人是你 都怪我 大叔啊 跟您打听个人 有个叫欧阳林生的人 住在这儿吗 欧阳林生 就是个子高高的 头上有点卷发 你跟我来 来 这是三间屋 谢谢大叔啊 欧阳林生 我知道你在里面呢 欧阳林生 你给我开门 我就知道你又跟那臭婊子 搞在一起了 说说我阿姨 大白大说吧 你我都快来看看啊 这是什么男人啊 我儿子都这么大了 他还在外面乱搞啊 每个月不给我们生活费 就在这里租着房子养爷老婆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欧阳林生 你给我开门 你给我开门是吧 我 我砸你的窗户了 你再不开门 欧阳 你想干什么你 干什么 我就要把那臭婊子给抓住来 你别闹了你 你让我进去你 别闹你闹什么呀你 妈 你有完没完呢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本来我带着孩子 我看着孩子 本来我不想跟他离婚 看着今天 我都收到八月传票了 都为了和我离婚 把我都搞到八月去了 你这人 嘶嘶嘶嘶嘶嘶嘶的样子 心怎么那么狠呢 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你知道什么呀 哎 你小子还有你呀 你说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 啊 小孩子不要了 别想着判下来 赵家辉 嘘下男人都死绝了吗 你非得瞧我这个 天底下再度男人跟我都没关系 只有欧阳是我 哎 你们谁见过二俩这么横的 啊 说什么呢你啊 干嘛 你说谁 干嘛 你说谁你 赶紧给班师傅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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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Mr傅打电话 我都替你们心疼 这要是为了你自己吧 也就算了 你为了楼下那姓业的 我真替你喊冤 老黄历咱们就不捣了 老鹏 咱们解决野蛮钱的事 这张字句是你我都在上面签了字的 今天我们就好好的 把这字句上的事了了 老赵啊 你也不大声招呼 你这突然袭击 我把那张画没放家里 我放外边藏着呢 我在这儿等你 你现在去取 这太晚了吧 别出什么事 明天明天 我陪你去 老赵 这十多年你都等过来了 我都有这耐心 你还等不了这一晚上 明天 赶快把你这钱拿回去 我就摸着这钱 我这血压都往上升啊 我都 老鹏 咱们不要再打马虎眼了 挑明了 今天你们家海外来客是为的什么 我知道 你没有把画卖给他 你是这个 你重承诺讲信用 不枉我们几十年的交情 老赵 你给我戴了那么高的一个帽子 我戴不下 我 我跟你老赵比起来 我是什么 我是这个 你老赵是什么呀 你老赵是天上大写的那个人子 这些年我跟老唐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清楚吗 我们家这些孩子 不知道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孩子们都还算孝顺 没少往家里边给我送钱 我跟老唐呢 也舔着这张老脸居然就收了 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两千六百个钱攒齐了 九十九败都败了 现在就差最后一哆嗦 老鹏 我这么告诉你 今天我要看不见那幅画 我不能离开这儿 对了 老赵 有一件事这么多年一直在我心里憋着 我就琢磨不透 我一直想问你 你说 楼下老叶他爸 当初把这幅画交给你们家 没交给他自个儿子 前些年运动的时候 你一直顶着这个雷 老叶他自己反倒撇得一干二净 这你也知道 这么多年你为了这幅画 费了好大的劲 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是不是 你才是叶家的独苗啊 所以啊 他们老爷子才把那幅画没给楼底下的那个 根本没拿他当盘彩 滕世忠 你这个王八蛋 你霸占我们家话 你侮辱我父亲 我 我跟你拼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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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大公子 老爷 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怎么干偷听的事啊 放开你 你再向我的台面了 我警告你 你反开我 你呢 不要打 你看我这怎么送啊 我这 你妈子可躲吧 贾系 贾系 你告诉你 你反开我 老鹏 你让我怎么送 你让我怎么送 你松开呀 老鹏 老鹏 松开 松开 干吗呢 没事吧 干吗 你们要打群架啊 我去我们儿子 你别打群架 不 松开 松开 都不要打了 是是他抓住我 我 我 你 我送过来啊 一会儿 我说好了啊 送 你别动啊 送过来啊 我 去 我送过来啊 你说你们两个人 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 你怎么还闹成这样呢 是可杀不可辱 得了吧 开个玩笑 这哪儿 这哪儿啊 你真这么有骨气 前几年你不知道 死过多少回了你 来来来 都 都别出去 别出去啊 咱们回来 还说说这幅画的事 我说的就是那幅画 老叶 你甭怪我想东想西的 你自己说 前些年风头锦 都是人家老赵 在死命地护着你们叶家那宝贝 你再看看您老人家自己 我没冤枉你吧 是不是你撇得一干二净的 跟他划清界限 我说大字不认识几个 但我老故事可听得多了 像你这种不护着自己传家宝的 要么就不是亲生的 要么就是败家子 你我这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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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好跟他说 好好跟他说 那个我爸这张嘴真是浅走 你爸就惹德行 你爸嘴连着屁眼呢 直肠子 有话我就得说 我替你赵伯伯不值 人家要学什么古人 忠君士主 你也得看跟哪个主 老赵 他是在跳欧门 他阴险 他狠毒 他他他他 你的冤枉死我了 我说的句句都是良心话 好好好 老鹏 良心话是吧 你说今天晚上这幅画 我是看还是看不见 赵啊 你非不听我的呀 你说前些年我一直追着 你要那笔钱吗 哎呦 你就想一口吃个胖子 我劝你了 一点一点把那个钱还我 你不干啊 我告诉你 说白了 你就是不信了 小心眼儿了吧你 小心眼儿了吧 你别说你没用了 你没听见我爸问你什么什么 钱在桌子上 你就告诉我们这幅画 今天我们拿不拿得到 赵家信 轮得到你教训我爸吗 本来今天我不想插嘴的 今天来我们家那位台湾人 你也看到了 人家一出手 五千 你动不动心 别跟我这壮大一不老 对了 老赵 如果你要出五千 我肯定卖你 卖我们 不 那画是你们家的吗 你张嘴又敢说卖 彭卫华 你要是还记点人事的话 你为我瞧瞩那幅画 怎么到你爸手里 来 嘉义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那会儿 什么台湾人要买走啊 姐 你 你就别在这儿瞎叫我了 我瞎叫我 我不是这个家的人啊 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都没人跟我说一声 这不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了吗 我不同意 有你一份 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 你进去 快去快去 你进去 这下 他也是 拿走 新华 你别紧听我说 你爸跟你赵叔叔 都已经立了自居了 你 唐阿姨 你跟你们家赵家慧说 让他给我写一个保证 从今往后再也别勾引我老公 别碰碰我家庭 你做梦吧你 那谁也不要拿这个话 不 这 这信我 说什么都晚了 平云他爸今天已经告到法院去了 要跟我离婚 那个混蛋毛笔蛋 他都告到法院了 不止吗我爸 他都不要你们了 他是我爸 成了 老朵 这事你看着怎么办吗 我 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 家慧 爸 你什么都别说 我不会听的 家慧 爸 你别逼我了行吗 你是不是疯了 家慧 我爱你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我都三十四了 人家背地里叫我老姑娘 叫我第三者还骂我破鞋 我每个月 我每个月把工资 奖金都交到家里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村田位的什么 我知道 大哥知道 家慧知道 家好都知道 可是我们都不说 是怕你难受啊 你认不得定我想想啊 你看你现在穿的这是什么呀 你看你现在穿的这是什么呀 这拉链 男不男女不女的 土帽了吧 这叫朋克 现在最是帽的 你不老给你老婆跑广东进货吗 怎么弄得像一点世面也没见过呀 你别别挤对我啊 我近况的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 恨不得天天往村里都站 怎么 一提你老婆就不自在了 你怕咱俩现在这样 让她给逮着了 你这种女人啊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你刚才那边搅拌我爸他们 你现在又搅拌我是吧 不是你招我来的吗 我现在还真没空陪你跟着数星星 正事还没说呢 后面把我警告你啊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你冲我爸算怎么回事啊 赵嘉欣 你自我感觉也太好了吧 你以为我跟着报复你呢 就算你不是报复我啊 你这心里面不痛快找别扭 你总不能不承认吧 就因为你找了一个 比你大好几岁的温州乡下女人 我还就喜欢这种勤劳之父亲也吃虾的乡下女人了怎么了 比你好啊 把你好吃懒做 脾气大难伺候 这今天跟到个台湾富商的后面 明天又跟到一个乡镇企业土大款帮到一块 狗熊白棒子捡一个丢一个 青春饭能吃几年啊 三招了 鹏伟华同志 你知道就好 要不我着急卖那幅画 卖个大价钱老娘样防身 谁也别拦着我 来 你看啊 你看 你要开玩笑的你又开不起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了 好好好 赖我赖我 也是你把我给气着了呀 你提谁不好你非要提我老婆 好好地你提她干嘛呀 我跟她 我现在还一肚子气呢 你气 跟你老婆关起门来打你们的呀 关我屁事 好好好 又不是我让你讨的她 才认识几天呀就要跟她登记 我当时劝没劝过你 劝没劝过 劝我劝过 我好心好意 你偏偏吃了衬托费又跟她结婚 我就不明白了 她哪儿就吸引住你了 瞎子都看得出 她至少比你大五岁 人家骗你说 我就比你小两岁 你还就真信了 哎呦 你脑子真让驴给踢了 那我不是也是后来才醒过味来的吗